大家也加油,一起加油! 不少许多誕图 的面 refugees KTP 哈囉,大家好,我是SNH48, thinkmentor, 当时已经不管什么心事,脑子一片混乱,一片空白 就是虽然有心理准备吧 但是 我之前是一份演讲稿都没有准备的 想的话也就想了一下 十七八名的演讲稿 就是准备三份演讲稿 对我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我就想以我的口才 我一定上学就能说得很好 结果 结果太高估自己了 就是很激动 很激动然后说不出话了 比较成熟一些 但是觉得 可能进步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了 就是有一种还可以做得更多 还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 有的时候因为精力有限 或者说能力也有限吧 然后 也没有特别做到 我想要的那种程度 一年来还 蛮辛苦的 做队长的话 就是会考虑的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吧 像之前会考虑个人多一些 但现在的话就考虑团队多一些 而且有很多冲突 包括跟乱七八糟事情的冲突 和时间的冲突 然后 还有我自己 想让这个队伍达成的目标和 现状的这种冲突 都非常棘手 很多问题 感觉 体力好一些 然后心态也好一些了 毕竟是进了选拔组嘛 没有 就是 之前 去年的时候 就是我还是队长 但是我不是选拔组的时候 还是很有压力的 就是觉得站不住啊 不管你说是 别人说 把你的人气放在哪儿啊 或者把你的能力放在哪儿 但是可能就是站不住脚 就是说话 没有力度 就是说今年的话还是 而且恩对大家很配合我 所以说各方面都有一些进步吧 我们之前拍的那个第一期 就是通告表上也写的是什么 视频拍摄 随随便便拍一下 然后当时也没有怎么当回事 然后 但是后来就是 来了一个新的导演 他当时一来 我当时还挂着点滴呢 然后劈了啪啦给我指出一对毛病 然后后来就觉得 确实说的很有道理 然后就很想往综艺的这方面 去发展一下 所以说在这个节目里 也有很多锻炼到的东西 但是还是很不成熟吧 所以希望明年的话 可以参加更多的综艺 今年总选的话 跟粉丝说是前六名吧 当时录正健的时候 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前十来着 但是觉得今年 各个方面的压力都很大 就是我觉得去年 虽然我个人的发展 可能在别人看来比较好 但是我并没有觉得 说是给团队带来些什么东西 所以明年可以希望能 凭自己的实力拿到更多的 综艺的机会吧 就不说别的 各个方面希望可以锻炼一下自己 然后可以回报公司 回报粉丝吧 我第一年参加总选的时候 当时虽然票数跟十六名是很接近的 但是实际上我知道 大概只有那么几个人吧 可能不超过十个人给我投票 我当时下的决心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定不能让这帮粉丝再去 为了我而榨干自己的生活 因为之前有一个粉丝 给我的触动很大 所以说下定决心 说一定要 粉丝一定要多一些 然后不能让这么几个人 说跟着我还要受苦这种